大师兄好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 大师兄我们来讲一下 你这个去年突然被调到火葬场 一开始非常错愕对不对 对啊其实 我前面这个算是没什么办法接受 因为自己其实本身就很怕热 然后这怕热其实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其实 说自己在冰窟舒适全包围 会不会太不好 可是真的是冰窟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当那边的工作已经得心应手了 至少我每天上班都还蛮有目标的 都知道我今天可能要去做哪些 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这辈子一直在追一个被需要的感觉 就这点是从我做长照的时候发现 对因为我之前做的工作 就真的不知道 就为了钱而去工作 所以就觉得工作起来 好像缺少了一点点东西 那我在冰窟的时候 每天就是上班时 假如有那个社会局或警察电话打来 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出门了 那我们出门都是服务那些 要嘛就是社会局下面的案件 要嘛就是无名师 要嘛就临时出意外 找不到家人的遗体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出门 就是为了将那些海在外面 可能吹风领域 或是在外面很久的那些往生者 带到我们的兵库好好休息这样 等到家属来认他 或是来帮他做一些殡葬的服务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每天这么做 其实很有成就感 那除了我在兵库 除了出去外面监运之外 有时候待在兵库 其实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我们待在兵库 有时候过着兵库 那有一些往生者的家属 可能是一时在医院没有看到往生者 那他赶过来殡仪馆 要看他最后一面 我通常都会过去兵库 将兵库打开 然后往生者一体拉出来 让他可能有一些话要跟往生者说 不管是思念 不管是难过 不管是道歉或什么 反正很多情绪在那时候 就把我发出来 其实我在旁边看 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因为这兵机是人的 你人生中少了一个人 那你一定有很多话来不及说或干嘛 所以那时候我听 其实我就觉得 每天都有新的观念 在我脑海中这样徘徊着 那我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其实我本身自己有写遗书的习惯 对 那我的遗书其实 就没有说谁对我很重要 我爱谁 我要想跟谁和解 我都没有写 基本上我都不写情感的事情 对 我只写说我的钱放哪里 分配财产 对对对 然后我想要怎么办我的赏理 那我照片想要什么照片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告别是 就是我要跟那些在意我的人说声再见 所以我的遗书里面会写说 一定要请谁来 因为那个人对我很重要 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 突然临时走掉 其实家属一时之间也不知道 错手不及 对对 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要联络谁 要干嘛这样 那的确有些人在我生命中很重要 可是我妈妈并不一定知道 所以我会把这些资讯 留在我的遗书中 那我要选一张最帅的照片 对 因为至少是 告别是就是我要跟他们说再见 所以应该是我是主角 我做决定 因为常常看到一些桑里就是 反正往生以后就是 其他一次都是给儿孙辈 或是家人办 其实我有时候看了 我觉得蛮可惜的 真的蛮可惜的 而且有时候家属越多 这个意见越多 所以有时候 如果自己能够提早做一些准备 也能够减少家属之间的纷争 对啊 就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 哇我在冰空好像过得太舒服了 所以一到火葬场 其实我那天 我真的是拎着早餐去上班 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开个会出来之后 哎呦我变火葬场了 这其实很错二啊 可是 所以它是算是正常的调动吗 对对对 其实正常的调动 几年都会轮一下就对 就稍微几年会轮一下 那我是特别是因为 整个宾馆除了我之外 大家都待过冰库跟火葬场 的确的确有一天会轮到我 可是我没想到那么快 就是在我正觉得 过得还不错的状况下 我甚至连冰库的书我都写了一点 就我第三本书原本还是要写 冰库的故事 对对对 那我写到一半发现 哎我会掉火葬场 那所以我的故事算是被妖战 所以我新书里面会发现我冰库跟火葬场的故事都有 就是因为 要放一点 对对对 我做到一半就是被掉中 那 就火葬场 也不是说不好 可是就是我讲白一点 就是为了钱还是要工作 因为我就是做工的 对那的确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需要这份薪水 所以去火葬场我也觉得应该可以渐渐习惯 只是我一开始在火葬场 我找不到一个成就感 或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做事 可能每天工作就是为了赚钱这样 因为火葬场其实就是很看日子的一个地方 今天一个大日子啊 什么晃到几日啊 其实我们就很忙很忙很忙 甚至忘了会 我讲工作的品质就好 今天假如一天火化50剧跟一天火化5剧 那个服务品质一定有差 所以真的会让我觉得忙到我只是在做事而已 那小日子就有时候就很闲啊 然后对啊也没有什么人过来 那就可能自己找事情做或干嘛 其实有时候我找不到那个感觉 就是上班的意义在哪里 对就是大日子忙得要死 小日子突然就很闲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像过去在冰库 对啊就是很累 然后跟哎 闲到不知道怎么 很累要么就很闲就两种而已 对啊对啊 所以嗯 嗯我其实我在火化场最难接受的就是我在搬家火化那一刻 就从一个人推进去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我在后台看到这个人从有到无 嗯 嗯嗯嗯嗯 Fer 了嗯嗯嗯嗯嗯嗯嗯是因为我操控了机器 发射一把火慢把它火化掉 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在杀一个人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排斥因为 哦火化比如说已经两个小时然后就吹出来 其實我要在後面一直看火蛙的狀況 通常頭是朝我這邊 所以我常常會看著他眼睛 有時候我會覺得 哇他是不是在等我 可是火戰場他的環境相對比較累 而且這個也比較燥熱 那是不是相對 他的待遇是不是有稍微加急一點 其實跟兵庫一樣 是一樣 所以就是正常輪調就對了 因為其實我們兵庫有兵庫的缺點 就是兵庫在出去外面接運遺體的時候 其實那個遺體的狀況 對 很難預期 再加上前一陣子其實 大家也知道疫情 所以我們出去外面都要用最高的規格 去對待每一句的送來的往生者 所以其實有時候覺得 我在那個時候剛好被調到黃昌廠 說不定不是件壞事 那個時候覺得 後來是覺得這樣 就不用去接大體就對了 對啦 因為那時候其實兵庫人都很怕 因為這種案子 因為我們接的都是無名師 他在外面往生 也不知道因為他是什麼兵往生 因為沒有辦法直接去驗 一定要我們接回來 過兩三天我們提心吊膽才知道說 他是狀況 對他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在那時候吊庫真的是有好有壞 那你大概待了多久才慢慢調食 我大概是待了 因為菜鳥前一兩個月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太熱 然後再加上 體力活會比較多 所以前面一兩個月沒有辦法去 好好地想這些事 對想這些事 大概在第三個月有一次 我再把人家裝罐子的時候 這件事其實我沒有寫在書上 因為這故事有點 我不知道怎麼寫 因為那時候在幫一個往生者裝罐子 那個往生者的骨頭裡面的鋼釘很多 他很多的鐵片 很多鋼釘的治療就對了 就超級多 那我在撿的時候突然 就是媽媽帶一個小朋友來撿爸爸的骨頭 那一個小朋友就問媽媽說 媽媽為什麼爸爸的身上都是鐵 那時候媽媽就跟他講說 因為你爸爸是無敵鐵金剛 是個超人這樣 他每天工作專程 其實他就是因為在工地摔下來受傷 所以他身體在很多體面 很多骨折的治療就對了 對對 然後他在醫院躺了一陣子往生 所以他身上有很多那種東西 那時候小朋友聽到就覺得 我覺得他感覺他爸爸好像不是那一個 他印象中一直躺在床上的那一個人 應該是個無敵鐵金剛之類的 所以我就稍微有點感觸 我就跟小朋友這樣閒聊 聊著聊著過程之後 我才知道說其實撿骨真的有很多事情 可以跟家屬 假如他願意跟我閒聊的話 我可以在這中間得到一些 也算是蠻深的啟發的 我懂 對 因為火葬廠 火葬廠就是在裝罐的時候 就是一個喪禮最後最後那一個流程 對啊 所以 我是覺得說那一段時間 就那個流程中應該有很多值得我去 去找尋一些成就的地方 對啊 我懂 就是那一次讓你發現你在這個工作上是有意義的 在裝罐的過程是可以安慰到家屬的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跟他說話 對啊 如果你是比較沒有放入個人感情的話 就是把他工作迅速的做完交給家屬就好 對啊 其實我那時候入屏上夜之前 我對火葬廠的印象很不好 因為我父親那時候往生嘛 那時候是請 因為那時候我是辦不用錢的流程公計 所以是請那個政府委外的他站一車來處理 我一直以為不用錢的那種 商禮來的一定是那種 阿里不達 就那些阿滴啊 品質比較低 結果來處理我爸上市那些人 真的服務很不錯 值得我把我父親整個 就是後事讓他們辦 雖然那是不用錢的流程公計 可是我還是覺得他們品質很好 那個時候是這麼覺得 可是到火葬廠就有點改觀了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幫我爸裝罐的大哥 其實他的流程是沒錯的 因為有時候骨量太多 那骨頭裝不進骨灰罐 他就會拿一根類似木棍 然後用搗碎 就是要把骨頭稍微壓一點 對對對 他那時候完全都沒有跟我講 他要做什麼 他只是拿個棍子 然後往我爸的骨頭身上 這樣一吹一吹一吹 我就覺得 上那間我就覺得說他蠻不尊重我 那個時候覺得 因為我覺得說 我今天就是一個家屬 那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事 我只知道你拿個棍子這樣壓我爸 我就覺得自己會覺得有點難過 我就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我以後一定要當 像那個專業的那個李醫師 千萬不要當火葬場那種用錘子亂敲人的那個火葬場人員 誰知道因錯陽差我竟然當火葬場人員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我都會跟家屬講說 假如他骨量太多我就會回頭跟家屬講一句說 不好意思因為往生者現在骨量太多 我等一下會稍微做一個倒的動作 如果你看了覺得不舒服的話 你可以別過頭 迴避一下 對對對 因為我是覺得有這句話跟沒有這句話差很多 在家屬的心中會差很多 你就會告知一下也好 因為通常我講這句話 有些葬儀社就會直接講說 沒關係 沒關係 利用就好 可是我這句話是要講給家屬聽 而不是葬儀社會覺得說你要趕快趕快趕快 所以不管有時候葬儀社臉社多難看 我這句話還是要說 因為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同理心的話 其實他也只想趕快完成工作 下班而已 其實都一樣 好 那其實這本書的紀錄很多年 後來跟在不管是在火化過程 以及在檢谷跟很多重點是很多家屬的一個互動 以及也勾起了你個人的很多這個事情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自己真的覺得說 有時候互動真的會想起自己的事情 比如說我那裡面有一篇叫做一路好走 其實我對這一篇蠻有印象的 因為那時候我是來檢谷 我那時候剛學檢谷 其實有時候不太懂得怎麼檢 那我那時候是跟一個老大哥學 那老大哥其實他之前有生病 他就是癌症摸起 可是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是撐過來 因為其實講難聽一點 那時候我們一直在想說 如果他今天走掉 我們要找新人很麻煩 因為大家都不看好他 他那時候的確也很嚴重 所以他我那時候去火光場的時候 他已經治療完回來 所以他那時候帶著一根筆味罐來上班 我硬撐上班 對我每次看他跟筆味罐就很猛 其實他應該可以在家休息 可是他就是 為了錢 對還是一樣為了生活 在難聽一點 大家在那環境工作上就是為了生活 所以他來的時候就教我裝罐 我就跟他一起裝那個 我們那時候是裝一個一大一小的罐子 就是一個媽媽帶著小朋友去燒炭的罐子 就是他們的喪失 那我們後來要把他裝成鬼罐 他裝媽媽我裝小朋友 那我在裝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慢慢知道 就骨頭的顏色跟 他的那種硬度來知道說 他大概是什麼年紀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就看 骨頭這個潔白無瑕 然後看起來蠻漂亮 牙齒又很好 就開始在幻想說 這應該是怎樣的一個小朋友 再看看他 骨灰罐上面的照片 真的好可愛 一個好可愛的小朋友 就是在這麼小的年紀 被送來這邊 那現在我在幫他服務 所以其實多少會有點不捨 對 就裝著裝著裝著 那個學長就跟我講說 你覺不覺得這媽媽很沒有良心 就是 這樣要帶著小朋友一起去燒 強迫把他想要帶走 對帶去燒炭 因為那小朋友我看應該是不到10歲 應該是六七歲的樣子 其實他人生也才剛開始 那我怎麼要 這樣就把小朋友帶走 可是我的家庭背景比較不同 是我媽媽 算是他把我拉拔長大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 假如今天我媽撐不住 他把我帶走 我會很開心 因為至少媽媽是牽著我的手 我們也可以一起走 這是我的感覺 可是對他來說 他有結婚 他有小朋友 他小朋友也發展得很好 他會覺得說其實人就是要給下一代一個機會 對 你今天既然可以把他生下來 可是你不能帶走他 你不能輕易的就帶走他 那小朋友以後有什麼發展 那是他自己的一個 一個規劃 這樣不能因為 就是你覺得自己爛 你小朋友就會一樣 其實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還是抱持我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說 他媽媽一定很溫柔把他帶走 因為 對啊 就是我覺得 你比較感性 對啊 通常會帶走的原因 都是怕小孩子沒有人照顧 對對對 所以他無法獨自生存在這個社會上 所以他選擇把他帶走這樣 對啊 那我真的覺得每個人都沒有錯 就我的想法跟 學長的想法其實都沒有錯 只是 我後來的時候深深的發現 其實每個人生長背景不一樣 對於死亡這件事的體會 或者對於一些事件 其實也各有各的解讀 對對對 因為你過去的生長環境 會造成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不同 像你的學長是覺得 他應該不應該被帶走 而且是 他有自己選擇的這個權利 其實說實在 這個 即使他真的一個人被留下來 我們國家社會也不可能不管他 所以也許他在 到了另外一個環境 他會走出他自己的另外一片天地 對啊 所以這件真的是 讓我覺得這印象很深刻 真的很深刻 不過這邊你是有講到 所謂的如果你的親人 過去如果小時候對你不好 那當他離開的時候 你最後在跪拜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 像你的學長是 有一個你的學長就打死都不要 對啊 因為 過去被虐待或者是怎麼樣 對啊 其實通常我們在火藥廠前面會 跪下課三個想通 對 那有些李醫師會講 有些李醫師不會講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是李醫師弄出來的詞 他是說跪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跪是感謝父母 他帶領我到這個世界 不論我過得好或不好 我遇到了很多值得我去珍惜的回憶 我的外婆 我的媽媽 還有現在養的狗女兒 我真的覺得很感謝他 帶我到這個世界 至少我可以感受到那麼多美好的食物 那就是養跟嬌 養跟嬌 嬌的話 我覺得勉強有 因為他這用他這一輩子 讓我覺得說不能像他一樣 對 負面也是教育 對 我覺得負面也是教育 因為他不管做什麼 就欠錢跑掉 或是外面搞YU 或是反正做一些阿里不達的 我都覺得我在旁邊看了 因為他搞完事之後 很多人就跑掉 所以債主來我家不是找我媽就找我 當然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心裡就覺得說 我以後一定不能跟他一樣 高利貸絕對不能借 我現在連錢 我甚至連錢我都不會去借 因為我覺得有多少花多少 對 就是比較像他一樣 所以曾經我要叫叔叔的 他畫了一遍債主 然後又要翻臉 這樣子 就是外面他的朋友 甚至連商禮的時候 我半年的攻擊 其實我拿起他手機 我一個朋友都沒辦法打 他一個朋友我都沒辦法通知 因為他已經沒朋友了 我那時候就覺得有點難 有人替他難過 對呀 那 養育我真的說不出來 因為養育真的 我在我有印象中就是 我媽媽賺錢養我 對呀 也許他在你很小的時候 他有一點 有付出一點 對呀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媽媽甚至是 就他白天在上班 在市場上班 他晚上回來的時候是去鴨肉店打工 就幫忙切鴨肉洗菜 我懂 對他在假日的時候甚至去 就是有錢人家會請幫佣 就一個禮拜打掃一次 那種大房子 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很苦 因為有時候是我身上剩幾百塊 我媽身上也剩幾百塊 然後我們都沒有別的錢 然後銀行都沒有別的錢 那我說幾百塊 還會被我爸偷走 你懂了 他已經到了那種 嗜毒不明那種 看到什麼錢都要了 對呀 這就變成 那段時間真的很難過 可是我爸總會有很多出逃 因為你想想一個人工作環境 一定會有男有女 那我媽只要去工作的時候 裡面有男的 他就會去 譬如說鴨肉店 他就去鴨肉店鬧 那師傅師傅 有一腿幹嘛 亂扯 其實他的目的只是要錢而已 對 我媽只要拿出新台幣 他就閉嘴 神奇的魔法 對神奇的紙張 拿了人就正常就走了 對對對 所以 我一直還蠻 不願意想起那段過去 因為我都覺得 好一方面很丟臉 一方面是 真的覺得我媽很辛苦 那個時候 可是你過去經歷這些 你在一開始 為什麼沒有那種 勵志賺大錢 讓你媽過好日子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其實就像每個人 在高中生涯 高中生涯老師問你說 通常高一的時候 老師問你說 你大學要考哪裡 通常都是台青教程 對啊 高二二在問的時候 就說 應該是中自備就可以 市中就可以 然後等到第三年 要跨到 那個知考的時候 再問他們就說 其實 私利前半段就差不多 因為在社會上 標準越來越低 對 因為在社會上活著 我就覺得 其實 我應該不是賺大錢的那種人 那時候一直都是這個想法 就是說 我就是一個人中人 我只要活的是 一般水平就好 至少像個人就很棒 安笨手擠就好 對對對 然後賺大錢真的沒有我 那時候就覺得 家裡還有債務 我還想賺大錢 這 吃人說夢話 其實那時候也挺厭世的 你就覺得 人生就是這樣 過一天算一天 對啊 然後賺錢就花掉 賺錢就花掉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對自己還蠻好的 至少 有多少就花多少 對對對 就吃大餐的時候 就覺得 哇 今天又吃 每個月的享受 對對對 又可以吃一頓大餐 真的是賺到 所以沒有特別想說賺大錢 就是至少 沒有什麼特別規劃就對了 所以那時候我媽其實 對於我變成那樣 她有點覺得難過 因為當我們家越爛 她對我期望越高 我以前到現在都這樣 我們家那時候 甚至有時候連吃飯錢 都拿不出來 可是她拿錢給我補習 我壓力很大 我就真的覺得 我其實就真的 我上高中之後 我發現我自己 真的沒有辦法讀書 一方面是回家 聽到他們吵架 那種壓力 沒辦法好好靜下心 另外一方面 是我媽對我的期望太高 所以我在高中 真的沒辦法讀書 所以其實 那時候其實很緊張 就是 家裡又不好 媽對我期望又很高 而當我知道說 我補習費一個月 就一個月那麼多錢 她竟然 就是額外的打工 來給我當補習費的時候 其實 我真的好不想念書 我好想出來工作 好想 所以你後來是因為 你爸爸生病 比較沒有辦法鬧之後 對 整個家庭環境 以及你的狀況才越來越好 對 其實有時候是真的很悲哀 真的很悲哀 因為 真的她在世 她 我講最難聽 雖然 可能是復經姐前 前後 可是我真的覺得 她好手好腳的時候 我們家真的很慘 我懂 對 她手腳不能動的時候 我們家 突然變好了 雖然醫藥費很貴 可是 總比是 醫藥費我看得出賬單 所以我大概 可以預期 欠債是沒辦法 欠債是債主來你家 跟你說 你欠了我多少錢 甚至我 我壓根都不知道 她有沒有借那些錢 就是債主來 人家說了算 對 她只要比你凶就好 就覺得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應該會少刻一個頭 說不定是一個半 我懂 對啊 那我那個外面他在社的那個大哥 他就真的 他臉上個頭都不願意刻 她的狀況又比我慘一點 我真的覺得人就不斷的比慘 不過這樣講 有一天如果真的是 已經到最後末期 他躺在那邊 你看他那麼脆弱 那麼無辜 或那麼無奈的時候 你可能心 大家心都會軟 對啊 就會讓他好好走吧 我真的覺得 我後來啊 因為我爸是 握床很久啊 所以你就會看到 他那個憔悴的樣子 所以很多怨恨都會放下 我甚至覺得那是他的懲罰 甚至會覺得 因為就是每天就是 呼吸啊 然後就是咳嗽啊 然後就是 喝奶 然後有時候就覺得 就死撐著這樣子 對啊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就是可能台灣的一部電影 叫薛觀音的 他最後一畫面 對啊 就是躺在床上 我真的覺得 哇 如果真的要懲罰一個人 這真的是最後的懲罰 不要讓他走 對 我靠那一幕 我真的很震撼 因為 對對 有經歷過 我真的會覺得 對 那就要最重的懲罰 不管是有錢或窮人 其實那一部分真的 活下去真的是懲罰 所以你看到那一幕 就感觸很強烈 對啊 什麼那麼屌 就是你年輕的時候 再強悍 可是有一天當你老了 你子女 可能會 讓你狗活這樣子 懲罰你 對啊 我正在醫院的時候 也有問過人家說 你這樣算不算孝順 其實那家屬也答不出話來 因為他覺得 他把他爸爸 就是 讓他活著是一件好事 對 有些像植物人這樣子 可是經過十年 經過二十年 他每天來 看到他爸爸就是這樣 他甚至會懷疑 就像我一樣 我一直懷疑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我爸選 那我那時候在場照 其實有時候家屬也在懷疑說 他們到底是不是做一件孝順的事 或是不孝的事情 我就覺得其實這是蠻詭異的一件事 這到底花錢花精力 讓他繼續活下去 這到底對不對 其實這個就像你書裡 也有一篇講到 這個 走了之後 很多家屬都會在棺木裡放一些東西 希望他帶走 或者是 在裝罐的時候 放入一些他深愛的一些經事 怎麼樣 其實 那他到底真的收得到嗎 還是只是你只是為了 彌補自己的一些缺憾而已 對啊 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前陣子也經過爺爺的傷力 所以我一直覺得 其實尚裡有一個很大部分的目的 就是要安撫在世的人 對 他會 就像我自己在幫我爺爺的傷勢 雖然我一直覺得 我是一個火葬場的人 我就會棺木裡面放越少東西越好 可是當我爺爺在世的時候 我爺爺過世的時候 我不斷的在想說 我要少什麼給我爺爺 因為我爺爺信這一套 他覺得說他今天 因為有時候跟他聊天 就知道他是一個很愛拜拜的人 然後 很虔誠 對 平常燒金子也是很喜歡燒有的沒有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今天我爺爺過世 我真的會打算燒一些東西給他 因為我還是希望他在另外一個世界過得好 對 那像 我也曾經跟我媽聊過這件事 就是他往生後要怎麼辦 怎麼辦上市 我們聊這個契機 我們聊這個契機其實有點好笑 是有一次我去拜我爸爸的時候 我爸爸放在一個竹塔 是我爺爺特地在山上買的一個家祖式的那 他上面一共有二十幾個位置 我們那時候跟我媽講說 假如我比較後面往生怎麼辦 我媽說白癡喔 這個地方先搶先贏 我一聽到我就笑了 對 他說的確 主塔就是這樣 我爺爺還蠻喜歡我這個孫子的講真的 所以他那時候看到我就跟我講說 以後這二十幾個裡面有一個是你的位置 那我做谷你爸做谷 我們大家就一起來看這一片風景 因為他特地 他買那古塔是特地面對山的 沒有任何的主導 你就直接可以看到山的 懂 第一排 對他很喜歡 景觀第一排 他很喜歡那風景 他會覺得說以後我們可以一起在那邊看風景 所以他會跟我講說 我大概會放在哪一個位置 那每次我就問他說 那阿公你會放哪個位置 他就很生氣 因為他覺得 他可以問我放哪個位置 可是我問他好像有點不近這樣子 他還是會怕死 講真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 我又有稍微聊這個問題 然後他那時候就跟我媽講說 雖然你就是我媽跟我爸離婚了 可是他至少少過我爸八年 所以我媽是有資格進去這個主塔 其實他講那句話是對我媽一個莫大的 他覺得是對我媽一個很大很大的讚賞 因為 其實我家就是這樣 假如今天嫁出去沒辦法進主塔 因為想要進對方的 戶家的塔 他沒結婚也不能進主他 因為他要去姑娘喵 對 所以能嫁進來就只有媳婦 那他又是離過婚的媳婦 因為他就很尷尬就對了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今天特立讓你進來 那我媽聽到就一直笑 她說謝謝 那等到回過頭來 我開車找我媽回去的時候 我媽就跟我講說 我照顧你爸七八年了 那服侍你 跟我十幾年了 如果今天這樣 叫我進去服侍他們 我肯定不一樣 對 所以他自己還不想跟他們放在一起就對 對 然後就跟我媽講說 那不然 我才有機會問我媽說 那不然你想要選擇 怎樣的方式離開 因為我媽是 她那時候 小時候是住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住在田圍 她在公路花園的旁邊 所以她很喜歡花 所以她很喜歡種花 那時候就覺得職障還不錯 對 跟花花草草 他覺得很不錯 其實我的想法也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後來才知道說 我媽想要辦一場怎樣的上市 因為我真的覺得 上市這種東西很多人都是 就是一時掛掉 那剩下的東西就是給後面的人用 有些後面的人根本連他喜歡什麼都不知道 只知道 按照戰利社的建議說 這個要怎麼做 那個要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現在商禮越來越客製化了 傳統習俗真的有些被縮減到有點少 然後商禮過程不講 我覺得錢也是越來越少 以前像我阿姨那時候辦一場商市 30-40萬跑不掉 現在大概都10來萬 因為第一就是停零的時間有限 不像以前可能停7、49天怎樣 現在都停14天 再加上現在越來越客製化 在城市也 住在一個城市有十幾天的假 讓你辦上市 我覺得現在很難 所以就要快 對所以要快 所以其實現在的 商禮的金額也越辦越低 所以我就覺得 我自己是偏向不要花那麼多錢去辦上市 我甚至覺得說 我往生之後你們把商駕 請然後帶我家狗出去玩 我真的覺得這樣都可以 因為我都已經走掉了 那在市的人最重要 就我會留錢給我媽用 我就覺得很開心 不要買什麼東西給我 因為我覺得我用不到 我自己覺得 所以這是我的想法 那我媽 我很高興我媽的想法也告訴我 就是說她可能要撒賬 可是還是要撒酷錢給她 因為她很怕沒錢用 對 但是她的想法 我也很尊重她 就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跟我媽留上帳這件事情 而且我在想說你火化完之後 放一個納骨塔在裡面 那一代傳一代 萬一小孩不想拜了 或者是小孩也會有一些負擔跟壓力 或者是小孩很多 大家不知道誰要拜 所以是慢慢有流行 所謂的像你說樹葬海葬這樣子 講到這個新聞 現在還有流行一個方式 就像我書裡面有講的 就是現在少子化越生越少 有些人會住在國外 或是說難得回來 他們會把從公塔 把往生者的骨灰拿出來 領出來就對了 對 然後 我真的覺得我們火化完場不錯 他受惡服務很久 我之前就處理一個 他是民國大概六七十年往生 還放在裡面 他就是放在竹塔 那天他要拿出來 拿出來要叫我把他敲掉 他骨灰要研磨成粉 要變撒髒 為什麼要他做這件事 因為他怕以後沒有人拜 沒有人拜 因為他如果沒有小孩就 對啊 所以他寧願把他拿出來做撒髒 那我遇到那案子比較特殊 那是一個小朋友 他可能在十六七歲 因為我那時候看 微觀外面的照片 是國中的照片 對 他可能那麼年輕就往生了 那家人的確也是正直之說 他說他很年輕 遇到有意外往生 可是媽媽對於他往生 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 就覺得每次出去外面玩 去外面吃東西 就會想起他有這個小孩子 那什麼都沒有辦法帶他出來 什麼都沒有辦法帶他去品嘗這樣 所以他媽媽在 很久 隔了三四十年後往生 他竟然往生的願望是 他還想要跟他小朋友一起撒髒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他是把已經往生的 小孩拿出來 那種他拿出來 然後叫我打掉 打掉之後 摩承輝跟他媽媽一起做撒髒 其實我壓根都沒有停過 既然世界上我這樣處理傷勢 真的是能到火葬場才能看到這些 我是覺得蠻奇特的事情 真的啊 現在大家少指化 這個小孩越生越小 有時候這個一帶船一旦 到最後都不知道誰要拜 嘿對啊 那的確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比較好 我真的比較不會有壓力 不能說比較好 對啊 至少不太會有壓力這樣 嗯嗯嗯 好那這本書呢 其實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檢骨要放入這個甕裡面 其實就會看到很多家屬悲傷 以及也會有爭執的一面 對不對 對啊 那我覺得吵架都會有啦 對 我常常說 那時候在做長照的時候 其實是生命的末端嘛 因為我要照顧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他只會變得更壞 他不會變得更好 對狀況只會越差 所以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對啊 所以其實照顧的時候 我就覺得其實已經慢慢走到最後 他們有時候 對於死亡啊 對於親情 他們會 有時候會看的 我那時候遇到 至少都他們都是看的蠻重的 都會害怕或幹嘛 可是死亡那一刻發生 就是我那時候在冰庫的時候 他是在 那個傷禮的前端 所以我會看到很多人來的時候都很緊張 很不知所措 或覺得說為什麼我今天 可能往生者很小就往生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先送我兒子幹嘛 所以我在冰庫的時候看的又比較不一樣 那時候看到是傷禮的前端 等到我在滑上場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傷禮的末端 對有時候智商時間那麼長 就是我覺得以前人 上次辦那麼久的意識 應該是要趁這個時候來學習說 如何適應你生命中少了這麼一個人 嗯 對我真的覺得這段很重要 因為 你古時候就遺事很長嘛 每天都要忙東忙西 真的只要忙完之後就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思念那種感覺 因為我自己辦 我自己辦我爺爺的傷勢也是這樣 我就把我自己當做一個工作人員 嗯哼 對甚至我去醫院接我爺爺 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來這樣子 我就覺得 對啦真的 在那段時間忙一點 真的會忘記 忘記那個人存在 可是 我覺得有兩個儀式蠻重要 第一個儀式大練開關 那我懂 那時候也是都 對 就是已經化好妝啊 那東西都放在棺木裡面 當棺材蓋起來那一刻 最後一面 對 你真的再也沒辦法看到它了 就像 我爺爺往生其實我常常會去病庫 把它擦臉這樣子 因為 我覺得至少我還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不怕了 我這本書有寫 我之前我一個阿姨往生 我甚至連看它我都不敢看 嗯 其實這在我生命中是蠻遺憾的一件事情 因為 我那時候就小朋友啊 那我一直覺得說 哇 好可怕 人死後就會變成鬼 鬼就是一種張牙舞爪那種啊 會出來 可能像殭屍片看太多亂咬人怎樣的 所以我很怕人家往生 可是後來我真的覺得很遺憾是 我那時候沒有好好的看著他 等到大天蓋關的時候 我才哭得要死 我真的哭得要死我好後悔喔 所以等到現在我爺爺往生 這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二次 要算我父親的話是第三次啦 這是重要的人離開 那我爺爺往生的地方剛好是在我服務的殯葬所附近 就是說他是來我們殯葬所做上司的 所以我每天都是上班都會跟我同事打招呼說 嘿我來看一下我爺爺 他們就不會管我讓我自己進去 然後幫我爺爺擦臉啊 告訴他說現在的狀況啊 就把你準備什麼啊 你喜不喜歡啊 鼓勵管我幫你挑好看的啊 因為爺爺都很喜歡漂亮的啊 對啊 然後叔叔伯伯也是很努力的在幫你辦上司啊 大家感情都很好啊 我自然知道他 他可能沒有辦法來聽見 沒有辦法來回應我 可是透過我的嘴講出這句話 真的對我很重要 對我好多了 自己心裡會舒服一點 對對對就有些話來不及講 還來得及看著他的遺容講這樣 對啊 然後我們客家人的習俗 我後來才發現這個習俗是客家人的習俗 因為在我爺爺大殿蓋棺之前 我們會準備他的褲子 嗯哼 對他有幾個兒子就有幾條褲子 然後兒子會跪在地上 然後棺木在棺木 就是棺木的旁邊會放褲子 那我們要拉著褲子 嗯哼 就是捨不得他走的意思 嗯哼 對那等到我們把褲子 褲子抽下來他棺材他會蓋下來 那褲子要留在身旁 因為人家說 那叫什麼抽彩褲抽彩褲 那就代表一個彩褲的意思 那我爸走得著 然後就當作 因為我家也有一份 也是一份子 那我要代替我爸去做這個意思 我在那時候我關機上我哭得很慘 因為真的等到我褲子抽下來 棺木蓋起來之後我就再也看不到我爺爺 就棺木蓋起來前我們會喊說 就阿公好走這樣子 阿公好好走 因為我是客家人就好好走這樣 我講阿公這兩個字我就哭到不行 我就哭到我沒有辦法講後面那幾個字 因為雖然我身為一個屏障人員 我就覺得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家裡有人往生這件事情 生死看太多 可是等到自己遇到生死也是很難過 雖然我一直覺得我跟我爺爺沒很親 真的 可是剛剛他過世之後 真的小時候那些往事 壞的回憶會慢慢變少 對好的回憶竟然會慢慢變多 我也覺得很詭異 我不管怎麼想都是我爺爺對我的好 我甚至覺得跟我爺爺感情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你就把對父親的缺失 就移轉到你爺爺身上 對真的有時候會變這樣 我們直接來講最後你買了房子 然後你有講到你外婆 你外婆最後塞了一個紅包 祝福你 我一直覺得我外婆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從她一個寡婦帶五個小朋友長大 我真的覺得他這是我人生中遇過最有毅力的人 我外公走得很糟 是我媽媽出生不久我外公就走掉了 所以她一個人是拉拔著 五個小朋友當一個寡婦 每天幸福工作 帶著五個小朋友這樣長大 我一直覺得她很偉大 我只有一個舅舅 舅舅舅生完小孩 過不久她也往生了 對所以舅媽跑掉 剩下我表哥一個 我覺得一個老人家受到這種打擊 其實很難去貧富 因為老公走了 那唯一的兒子也走了 對 所以她對我的表哥其實那時候寄予厚望 可是後來我表哥 我不知道屬於有沒有寫 我記得我之前有寫過她的故事 她後來的世界失調 對 所以她到現在我阿嬤還是很辛苦 那小時候其實我常常回去的時候 我阿嬤都會篩錢給我 因為她知道我家的環境不好 其實我阿嬤家環境也不好 那她篩錢給我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每次回阿嬤家都有錢 都有零用錢 對就很開心 長大之後我了解了 其實阿嬤家的環境也不好之後 我就不會拿她錢 我甚至會也是會篩錢給她 就變成說我們是疊對疊 就是她可能篩我衣服 我可能篩在電話下面 對 因為我們拿出來 她一定不收我一定不收 所以就互相偷篩 其實這個狀況就一直到現在 因為我到現在要給她錢 她還是不要 因為我母親節都會準備三個紅包 她過年會準備三個紅包 一個我媽一個我阿嬤 還有一個我阿姨 我之前走的那個 因為我兩個阿姨是決定終身不嫁 來照顧我表哥長大 那個阿姨走掉了 還剩下另外一個阿姨 所以我一直把這三個人當作 這輩子最照顧我的女性這樣 我那個阿姨其實也非常非常非常照顧我 所以我母親節我都會準備三個紅包 過年會準備三個紅包 一定要給她們這樣 我就覺得 那時候其實我阿嬤的環境不好 她聽到我買房子其實很替我高興 因為我媽也很替我高興 我前面是覺得說我買房子是 為了讓我媽安心一點 她好像有出息 可以買一個房子給她住 我當時是這樣想 我甚至覺得說 這就可是 比較難聽一點 情緒是說 因為我本身就不想買房 然後我媽就叫我買房 後來我就買了房子 她是希望你有一個寄生之處就對了 對 可是買了房之後才像 就是李大哥跟你說的 她是真的很希望 我有一個殼這樣 不要再當母殼掛掉 她覺得說她這輩子打拼那麼久 到現在都沒有房 她也沒做錯事 她也是為了家庭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存錢 小朋友可能這年紀都還沒有辦法 有一個殼或怎樣的 所以她會覺得很難過 我也覺得我買房是完成的 她的願望其實也是完成 也是讓她肯定我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今天有一個殼這樣 所以我第二本後面 我就覺得寫太快了 不想買房子 真的人就是會經過時間 慢慢改變自己 那時候我媽媽天后我買房 真的很開心 有跟我講說 北部生活不容易 你買房 真的要自己要再多存點錢 多努力這樣子 然後她講完之後就說 我知道你很怕熱 我送你兩支電商好不好 我聽到就說 太棒了 因為買房還要考慮家電的問題 其實也蠻麻煩的 一個房子真的要很多家電 對啊 所以那時候有兩台電商 我就覺得很開心 阿嬤買電商給我 好好好 然後有時候拿她電商 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阿嬤其實辛苦賺錢 她現在都是老本 她農包的老本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都是零補助過活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覺得 對我阿嬤好一點 所以等到我回家的時候 我把她兩台電商拆開的時候 我發現裡面有個大紅包 把我六萬塊給我 上面寫一個信居落成 其實我真的整個哭出來 我不知道六萬塊拿到存多久 真的我不知道六萬塊拿到存多久 可是她竟然就是把這些錢給我 我真的覺得 真的 我這邊真的好謝謝她 好謝謝她 可是對她來講 以及對你媽來講 也算是看到你 終於暫時在人生上有一個成就點 對啊 而且先有房 以後他們就會期待你能夠結婚 對不對 先立業再成家這樣子 這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不要結婚比較好 對啊 可是他們總有期待 因為以前你沒有房子的時候 他們一定不敢這麼想 對啦 嗯 有了自己的房子 那種期待就會 又轉移到所謂的這個情感 家人這部分 嗯 嗯 其實大師用你這樣子 算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寫了這本書算也是蠻快的 其實我覺得跟你個人的生活經驗 所以你會很細膩的去觀察 火葬場發生的一切 也許對很多老員工來講 都是習以為常 嗯 來來去去 每天要應付這麼多人 燒了Q骨燒了Q骨這樣 可是對你來講 就是不同的一個觀察點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 其實人在一份工作 我真的覺得菜鳥的時候最有趣 因為菜鳥你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新鮮 對 什麼都新鮮 那我也是很希望 就是說我能在菜鳥的時候 來把這本書 就是做個紀錄 就是說我在菜鳥 我對什麼事有興趣 然後我去學 然後在這方面 就在學的過程中 我得到什麼樣的故事 什麼樣的經驗 我都把它寫下來 所以那時候有些人就說 欸我覺得你在唬爛什麼 在火葬場不到半年寫一本書 嗯 然後就打著火葬場的名義出 我後來真的覺得 這些的確是我在火葬場看到學到的經驗 有可能是你們在這行 有些人是久了 所以對 疑伐了 對 疑體對以來 他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工作 嗯 甚至是一個 說不定是一個賺錢的方式 我就覺得這樣 有時候就這樣 看到疑體他有錢嘛 然後 他們不會在裡面感受到什麼樣的故事 什麼樣的溫度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已經看太久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人生有這個機會 就是踏入這一行 然後把 這一行的故事 講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覺得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體驗 對啊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是很多 你都會連接到你個人的生活片段 對啊 才會感觸那麼強烈 才會有感而發去寫這些紀錄 嗯 對啊 所以有時候家庭環境 雖然很辛苦 可是回頭來看 意外造就你這個寫著的 這樣一個天分這樣子展現出來 對沒錯 嗯 而且大師兄其實關注的人很多 而且大家都喜歡看你這種又哭又笑的文章 嗯 因為火藏場不一定是北大的地方 對啊對啊 好今天非常謝謝大師兄為大家介紹他第三本 新書火來的快跑保平文化出版 謝謝 謝謝